光新国小足球队在日前参加北区足球比赛 打败来自于基隆台北桃源和新竹的队伍 获得了冠军 表现十分亮眼 小朋友重视荣誉感 自我要求相当高 还将要力拼全国赛 希望能够再创佳击 才刚获得全国学童杯足球锦标赛北区复赛的冠军 足球队的小朋友马不停蹄 努力准备11月12号在云林举办的全国总决赛 有20多年历史的光新足球队 目前担任教练的正式第一届足球队的队员 能够回到母校服务 卢教练是竭尽所能 带领球队的小朋友每年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其实他们练习的时间等于才一年左右而已 那事实上他们自己也是都很有兴趣 然后加上说学校的支持 然后家长的支持 所以就是渐渐的我们才会有这次比赛的表现 才会那么突出 球队辛苦的训练 培养小朋友的抗压性 而获奖的光荣 更让小朋友加倍重视荣誉感 各方面的表现都有很大的进步 你为什么对足球这么的执着 7号啊 那你觉得练球啊 在你的生活各方面啊 还有你的在学校的表现成绩方面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改变吗 有啊有进步 就踢球数学都要进步 距离全国比赛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小朋友们一刻都不敢松懈 希望可以再创佳机 我先走了 赶快快乐 赶快快乐 条例新闻省州里面会 三重采访报道